这台就是搭载了M4处理器的MacBook Air 15 它依然沿用了这套从M2开始使用的模具 除了新加入的天蓝色之外 它的外观上就和M2以及M3两代MacBook Air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次新加入的天蓝色确实非常漂亮 很像iPhone 13 Pro的远风蓝 在光线不好的时候看起来像银色 而在光线好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微微的蓝色 这个低饱和度看起来非常舒服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新颜色 比之前的午夜色看起来要明亮很多 那既然MacBook Air依然保持了我们熟悉的形态 它和M3版本的区别就都来自于M4处理器了 M4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去年从iPad到MacBook Pro已经都换上了M4系列处理器 它算是完成了Mac产品线M4化的最后一块拼图 那么M4到底为这台MacBook Air带来了什么呢 除了性能和续航之外 其实M4解决了7出款M4处理器的机型一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 因为它扩大了Display Engine的规模 因此它终于可以做到在开内屏的状态下 同时外接两块显示屏了 这个M3的版本只能在盒盖的时候外接两块屏 开盖就只能外接一块屏 这个是M4的Display Engine加倍所带来的重要新特性 那么除了多接外接屏幕 M4在纯被动散热的MacBook Air上能够带来多少性能提升呢 续航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这次除了对比前代的M3 MacBook Air 15之外 我们还专门额外买了一台和15寸MacBook Air重量体积都非常接近的联想Yoga Air 15S 它使用的是一颗Lunar Lake架构的酷睿Ultra 7258V处理器 但这台机器是主动散热设计 我一直很好奇M4有没有可能在被动散热的情况下干掉主动散热下的Lunar Lake 那咱们现在就来简单测试一下M4 MacBook Air的性能表现吧 首先咱们来看看CPU性能 在Cinebench R23多核测试当中 MacBook Air 15寸里的M3和M4处理器还是能基本满血运行的 此时M4 Air比M3 Air高了将近3000分 M4的峰值功耗也是比M3稍高的 在第一轮结束的时候M4的核心功耗还有17W左右 此时258V的联想Yoga可以跑到package30W的PLE峰值功耗 那么计算核心功耗是26W 性能和M3几乎一致 和M4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我们继续运行Cinebench R23虚幻测试 你可以看到三台机器的成绩都在缓慢下降 但显然两台被动散热的MacBook Air 性能衰减会更快一些 运行到第15轮的时候 M3 Air的功耗已经降低到了9W左右 这个时候的成绩也降低到了8000分出头 M4 Air也一样掉到了9W左右的功耗水平 但由于CPU能效的显出进步和核心数量的增加 此时的成绩依然可以保持在1万分左右 这个成绩和主动散热的258V峰值性能几乎没有差别 显著强于15轮之后 跑到package25W IA21W的降频后的258V 看来CPU部分即便是被动散热降频之后的M4 依然可以保持相当惊人的性能表现 Lunar Lake的能效表现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距离M4的确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我们接着进行其他性能测试 在Cinebench 2024里 M4的单核性能相较于M3是有显著提升的 这个相比较于Lunar Lake有甚至接近50%的差距 目前最强的CPU架构的确是相当能打 那么2024的一轮多核测试时间比较长 在测试过程当中 这两台MacBook Air就已经会发生降频了 但即便如此 2024的多核成绩依然比M3进步不少 比起主动散热的Lunar Lake更是有显著的优势 那GPU方面 M4相比较于Lunar Lake 还能有CPU那般强势的表现吗 在3DMark SNL的20分钟压力测试里 首轮测试 M4比M3稍强 而两者也都强于Lunar Lake的140V核显 但在持续了20分钟的测试之后 主动散热的Lunar Lake就找回了尊严 此时它的成绩是明显领先于M4的 更是以较大幅度领先于M3 看来单位3DMark里的表现 M7的处理器的GPU 还是没有CPU那么目光一切的 那么在基准测试里 M4的MacBook Air似乎和同尺寸 同重量级的主动散热的Lunar Lake笔记本 打的是有来有回 那实际应用测试当中表现又如何呢 咱们先来看3D软件Bender的渲染测试 CPU测试当中 M4依然延续了City Pench当中的强制表现 即便是被动散热 也表现出了统治级的性能 甚至已经接近双倍于主动散热的258V的成绩 这个成绩相当惊人 比起M3的Air 15也有显著的进步幅度 GPU测试里 M4加强的光追性能表现确实还不错 比M3是有稳步进步的 那英特尔的核显光追 对于Blender One API的支持程度 确实是比M4系列逊色一些的 成绩甚至没到M4的一半 表现一般 那么对于内存带宽和CPU性能都比较敏感的7Z压缩和起压 这个这里M4的Air也有强势的表现 基本上比M3强30%左右 比Yoga Air 15S上的30W的258V强出了60%以上 表现不错 在有刀皮夹的PS测试当中 M系列处理器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强 不过被动散热的MacBook Air 15 还是会比主动散热的Mac mini烧弱 那么在PS测试当中 M4的MacBook Air表现很强 以比较大的幅度超过了M3以及主动散热的258V 当然被动散热还是会造成一定的性能损失 我们也简单测试了一下 M4 MacBook Air 15在游戏里的表现 我要指出的是 Mac平台的游戏生态和Windows还有着鸿沟级别的差距 哪怕目前已经可以转移运行了 操作难度依然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偏大 我还是不建议游戏用户首先去考虑Mac平台 在博多之门3当中 M4的MacBook Air 15会比主动散热的M4 Mac mini弱一点 不过前几轮测试里 比起主动散热的Luna Lake 258V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它基本上可以稳定在46 7帧的样子 也比M3的MacBook Air 15强一些 但我们一直让它跑了10分钟之后 又测试了一下它的帧数就掉到了只有36帧左右的样子 这时候的性能相较于满血的M4 Mac mini已经弱了将近30%了 虽然还是比M3的MacBook Air强一些 但此时的表现就不如在主动散热下能够维持在25W功耗的Corel Ultra 7 258V了 毕竟它的GPU能效并没有CPU能效那么大的优势 你去拿个9W去碰瓷25W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长时间满载的持续性能 主动散热还是大有帮助的 游戏这类应用并不是MacBook Air擅长的领域 整个性能测试做完 可以说M4在MacBook Air上最大的意义就是能效的进步 M4的能效表现可以让它的CPU部分在被动散热的前提下 依然全面超过主动散热时的Luna Lake数据器 但它的GPU相对来说就没有CPU那么强势了 这也是目前Apple Silicon各档次芯片都会面临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这代MacBook Air标配16G内存 而与此同时最大可卷的内存容量来到了32G 这代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本地AI应用 Mac平台用欧拉玛部署本地大模型可以说非常简单 不会像英特尔核显机型那样很难跑在核显上 因此当你选配了32G内存的时候 M4的MacBook Air是可以跑得动 诸如像Deep-seek或者QWQ的32B蒸馏模型的 我们也实测了在32G内存的MacBook Air上它的实际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同为32G内存的情况下 M4的MacBook Air是可以运行32B Deep-seek模型的 但是Luna Lake上你是没法运行在GPU上的 而当我切换到CPU去运行的时候就可以顺利运行了 但是速度很慢 这个应该是因为258V的GPU无法调用足够多的系统内存导致的 但是M4的GPU是可以几乎用掉所有系统内存的 所以顺利在GPU上运行了32B模型 速度方面由于M4可以使用GPU运行 所以它的速度基本上可以跑到Luna Lake在CPU运行下面的两倍了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AIPC了 如果说你要部署更小一些的模型 那么不管是16G内存的M3Air还是32G内存的Luna Lake 它们都已经可以成功部署了 14B模型这边 M3比Luna Lake稍微快一点 但整体可以说是差不多 M4就要稍微再快一点 7B也是延续了相同的结果 但是除了速度以外 还有一点值得说 Mac部署Olama和用N卡几乎一样简单 用官网下载的版本 直接就可以轻松部署模型了 但是N卡核显如果你想要顺利的跑起来 就需要自己动下手 使用IPXLLM来运行Olama 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操作难度的 再加上GPU对于内存的访问限制 目前的轻跑本领域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台能跑端侧AI的PC 可能MacBook Air还真的是更好一些的选择 MacBook还有一个传统的强势领域 是续航表现 在我们的续航模型当中 这台M4的MacBook Air 15寸 跑出了13小时40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比起M3的15寸Air 又强了一个多小时 这就是M4更强的能效所带来的了 因为两者除了SoC以外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硬件差别 电池也均为100%健康度 66.5Wh的容量 75Wh的联想YOGA Air 15S 则跑出了11小时左右的续航表现 而为了公平对比60Hz的MacBook Air 15 这是在卸载了各种联想全家桶 再加上统一的浅色模式 强制锁定在60Hz刷新率情况下的续航测试成绩 如果我们把屏幕锁定在120Hz下 它的续航成绩就只有不到10小时了 这个和MacBook Air的差距还是挺显著的 总体来说 M4的MacBook Air在我看来很难算得上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新品 沿用了前代模具的它更多像是一次例行更新 完成Mac产品线M4化的布局才是它的核心任务 实际上你很难说有什么事是M4能做而M3做不了的 甚至现在M1的MacBook Air都依然还是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工作 即便是续航也并不落伍 所以你也看到苹果现在还是在拿着M4和Skylake时代的英特尔Mac去对比 毕竟赶紧让英特尔的Mac用户切换到M系列处理器 才是苹果目前最紧要的任务 就M4MacBook Air本身而言 毫无疑问它是一台更好的MacBook Air 更强的峰值性能 更强的能效和续航 更多的外接显示器 更大的内存 这每一项升级都是在提升它的内功 外在上面它也拥有了 我认为历代MacBook当中最漂亮的颜色 在M2、M3的MacBook Air性价比越来越高的现在 M4则是让MacBook Air变得更Pro了 毕竟能够运行32B大模型的轻薄本 你可能真的很难找到替代品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传点赞接来个数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